他那下家 挺重点的说 重点 之前我们是验过钱啊 但我们要走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着就打起来了 应该是趁热把钱箱子给换了 哥 我们真没骗你 我们真的是接完电话之后 才知道那钱是假的 当时我俩就想杀回去 你把那钱要回来 电话那头你不是也出事吗 我们俩一商量就是先回来救你 那我得谢谢你啊 不用谢谢哥哥 现在这事怎么办嘛 钱我没拿着还舍利一兄弟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们就让你买家 把钱给你逃过来 明白人 不是 你听我说哥哥 他们那帮人特别多 就是加上你们两个也没保护 那怎么去呢 绑叉他去啊 怎么又是我呀 不是 这不点的不是我出来 怎么不绑他呀 闭嘴 大哥你会真多啊 手机还我 什么手机啊 给 拿蜜背照 哥哥哥要不咱们一块去吧 错是你们犯的 我帮你们擦屁股 合适吗 不合适 你想知道这个炸弹的威力吗 你身上的一颗炸弹 歹是刚才那颗威力的二十倍 放松点 别害怕 毕竟 怕也没什么用 我要的是钱 不是命 你老老实实的 炸弹就不会爆炸 八十万 一分不少给我拿过来 这事就解决了 嗯 等着没有 您好 别砸了 长眼睛出气的呀 旁边有门链 别按了 长耳朵也出气的呀 没听到里边没人呢 嗯 走 哎 可可 那个我们敲门进来的 这里边一个人没有 没看出来呀 手艺人 你都不压着 现在别废话了 现在怎么办 昨天天晨四点 长石路派出所辖区有群众报警 称有人燃风爆竹 噪音扰民 随后警方赶到现场 发现一具男士 身上有一处疑似枪伤 经过民警勘察 现场有枪战的痕迹 而群众所反映的爆竹声 应该是枪声 具体情况由待警方 怎么办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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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扎子是不是走刺了 他会不会扎死咱俩啊 我不会 扎子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你就是党太小 你怕死 你不怕你跑那么远干啥 你真仗义 你要 你要仗义 你就自觉离我远点 来 来 你 怎么了 来啦 吴哥 真来了 你玩 老子的性命甩了 可不能弄就了 你 你 你 我 你 干吗